重做之前的老夫子 改版成的被动是这样子的 第三次普攻将造成物理加成法术伤害 这个伤害是可以暴击的 一技能锁定一名敌人 然后向其跳跃 只有技能锁定敌人才能位移 如果你是追人的话 是可以位移的 但是你逃跑的时候是没办法位移的 二技能的话就像跟直升飞机一样 旋转那个灯 然后加速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 然后对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一定的温血 三技能主要是增加自身的法术防御 和物理防御 并提升这个攻击速度 持续五秒钟 大家也看到 那个时候的这个老夫子 也是必出三圣之力 三圣之力没有削的时候 真的是神器 好多人用 很多战士都用 比如这个孙悟空 孙悟空的话 是必须要出三圣之力的 在当时 好多是本章解说 你还想看零